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国产车的市占率其实是超过一半的 也就是讲在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里面前10名 国产车就占了8个名次 不过今天我们虽然会聊这个话题 我们只是聊一下前5名啦 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把这一期的影片看下去 然后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来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节目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讲马来西亚销售榜排名第5名的车款 这一款车款其实也是前5名车款里面最贵的 它就是Perodua Elza 大改款车型 这个Perodua Elza 大改款呢 是在2022年推出市场 其实这款车在发布的时候呢 原厂对它的预期销量大概是1400台 1500台一个月左右啦 结果哪里知道在发布之后 因为它的性价比跟的空间表现 还有操控表现真的是太出色了 所以那个订单就直接爆炸 爆到原厂自己都有点懵逼了 因为它们原本的规划产能呢 一个月大概是生产了一个1500辆而已 结果哪里知道一上来这个订单就爆炸了 所以它们必须临时更换它们的生产计划 其实这款车最高生产记录呢 一个月可以到3500辆 其实一亿辆顶级版本76,000马币的这个国产车车型呢 有这样子的销售成绩也很了不起了 而且最近我有朋友去订车啊 他们讲如果订这辆车的话 后车期可能需要一年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辆车的销售成绩在马来西亚是多么的火爆了 根据统计呢 这款车在今年前8个月呢 它的销售成绩是23390辆 也就是23390辆 你觉得这个销售成绩OK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排名第四名的车款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名车Proton Saga 其实Proton Saga在第三代发布之后呢 它的销售成绩并没有很出色啦 一直到了2019年的小改款之后呢 它的销量就非常非常的火爆起来 目前呢 这辆车也是Proton最畅销的车款之一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呢 据说这辆车一个月就卖了6000多辆 因此你可以看出呢 Proton在今年前8个月的总销量破10万台的话 它就是最大的工程 根据统计呢 它的今年前8个月的销量为44690辆 也是之前呢很少Proton车款可以达成的成绩啦 我印象中在2021年之后 Proton可以达到这个销售成绩的车款 除了Saga之外就只有Proton X50了 这样子的销售成绩你觉得出不出色呢? 不过老实话呢 这个Proton Saga确实主打一个性价比啦 在这样子的价位上面 你可以拿到还不错的动力表现 你可以拿到还不错的配备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内装可以再升级一下 毕竟从2016年卖到现在其实也蛮多年的 不过最近又有消息指出呢 Proton其实在研发一款车型替代Saga 未来呢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做一期影片给大家看看啦 如果大家想看下这个Proton Saga的仰车成本呢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啦 OK 要讲到现在的第三名车款了 这个第三名车款同样的也是一台来自Proton的车款 它就是Proton Asia 也就是今年刚刚推出大改款的车型 它的销售成绩为44722台 你听这个数字的话其实它跟Proton Saga差一点点而已 它们的销量差距呢不到100台 那么是不是代表Proton Asia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呢 其实又不是这样子讲 Proton Asia呢其实它们在今年推出大改款之前 它们已经停产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所以其实在1月跟2月份呢 它们是没有车交给客户的 而在发布之后呢它们的产量也受到了疫情影响 就是没有Pax啊没有芯片等等 所以它们的产量现在在款步提升 其实如果你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计算Proton Asia的销量呢 它每个月的销量大概有卖出7000台左右 所以Asia还是Asia 虽然大改款车型呢对比这个之前呢贵了蛮多啦 但是它的配备也有升级 然后空间也有升级 操控也有升级 最重要的是它还是维持不错的油耗表现 最近连我们的小编都刚刚买了一辆 你对这款车是不是有兴趣的话 点击我们上方的小白点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试驾分享 所以我相信这个影片应该可以帮到你 第二名的车款 大家应该猜到是谁的 它就是我们的一代国民神车Prodon Myvi 它的销售成绩为45014辆 它同样的跟第二名还有第三名的差距非常的小啦 但是这一次Prodon Myvi呢 其实它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车子争设了啦 因为这个第三代的Myvi呢 从2017年推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67年 它再怎样好卖再怎样强势呢 其实基本上这款车都是属于这个强奴之末的啦 所以呢它的销售成绩下滑也是情有可原的 虽然原厂刚刚在2021年年末呢 推出了这个大幅度升级的Myvi车型 确实有帮它抢卫了一点点流失的销量啦 但是这个帮助其实并不大 主要的还是这个车子确实不要老了 但是你不要看它的销量好像对比之前 随便5万辆6万辆有下滑 实际上呢它的这个销售成绩呢还是OK的啦 目前如果说你买到Myvi的话 你订车应该还是要等一个6到7个月左右 但是看不同的地方啦 有一些地方拿车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是最近打算买Myvi的朋友的话 那么记得去多问几间展示厅 可能他们会给你比较快拿到车 同样的如果你想更了解这个2021年 小改款的Pro Duo Myvi的话 点击上方小白点 我们之前有试驾分享 第一名的车子 不用讲大家都知道是谁的 它就是Pro Duo Beza 也就是讲马来西亚前5畅销的车款里面呢 Pro Duo就占了4个名次 只有第4名是这个Protron Saga 这Pro Duo Beza在今年前8个月的销量呢 真的是一记绝尘 它达到了56735辆 也是前5名中唯一一款销量突破5万辆的车子 而且根据统计呢 Beza每个月的销售成绩就在8000台以上 这个销售成绩其实很恐怖 当然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分析啦 为什么Pro Duo Beza可以那么的受欢迎 首先呢它是一辆4门房车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消费者 还是认为4门房车比较实用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价格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第三点就是它的省油还有耐用性 因为Pro Duo省油和耐用都是大家知道的 还有第四点就是GRAP 电造车在马来西亚的信息 我相信时常有做GRAP的朋友呢 你们应该都会发现 GRAP 叫到的大部分都是AZIA 或者是这个Beza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实用了 而且呢最近是没有消息讲出 这个Pro Duo Beza 几时会有大改款消息啦 不过以这个GRAP 目前的火红 还有它本身建立起的名声呢 我相信Beza 在未来几年呢 还是会残联这个马来西亚销售第一的宝座 不过不得不讲啦 这个Pro Duo真的是很厉害 马来西亚销售榜第一名的车款呢 是三款Pro Duo的车款轮流座 分别就是Myvi AZIA 跟Beza 今年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Beza 称王了 大家对Beza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我相信各位朋友呢 如果有注意到我讲的这个数字的话 你们会注意到 从第四名开始到第二名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数目是相差不远的 也就是讲分阵中排名会出现更换 以目前Proton Saga 的销售成绩强势呢 加上Pro Duo AZIA 的这个产能规划 有一点被限制 所以我相信呢 未来Pro Duo 可能会浪出这个第二名 跟第三名的宝座 那么Saga 有没有办法杀上第二名 甚至影响到Beza 的低位呢 我们就往下看 因为接下来还有四个月的销量还没有同意 通常在年末呢 因为大部分人都要买车过年嘛 因为明年的春节 跟这个开在家应该在二月三月这样子 然后加上他们有库存压力 会丢Discount 所以年末的汽车销量往往都会比较高 我们就来期待一下 Proton Saga 会不会逆袭成为第二名 甚至是第一名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